4月26号,历经200天闭关体检的乐山大佛正式出关,游客们又可通过九曲战道走到佛脚观光平台,仰视大佛全身,感受大佛魅力。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初年,历时90年建成,通高71米,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古代石刻弥勒佛作响,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名录。 据了解,因常年暴露在自然环境下,乐山大佛长期受到侵蚀,急易发生风化、渗水等病害。 2018年10月8号,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乐山大佛风景民盛区管理委员会启动了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作,大佛开始闭关体检。 在乐山大佛勘测维护项目成果发布会上,乐山大佛勘测维护项目负责人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文保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孙博发布了乐山大佛勘测维护项目阶段性成果白皮书。 白皮书提到,体检期间,文保工作人员进行了大佛开裂残损区域植被清理,开裂残损部位截取和预加固,电层和面层修复,清理和疏导开裂残损区域,经验表面及排水系统等一系列工作。 此次大佛体检采用了无人机航测,三维激光扫描等手段,对大佛及胸腹部开裂区域进行测绘。 体检中,还首次在石枯寺病害勘测中采用光纤监测系统,该系统在文物本体布设光纤监测系统,长期有效地采集、胃移、肾压、温湿度等监测数据。 孙博告诉记者,文物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日常维护。 因为像人一样,日常保养如果做得比较好的话,得大病的概率就比较少,但是所有的时候都在等, 等最后都不行的时候,人体都要崩溃的时候你去看,那可能到最后就是癌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难以治愈的一些病。 这个跟人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当日,乐山大佛日常维护专业队正式成立,戒指维护队由乐山大佛景区工作人员和此前参与过乐山大佛修缮工作的工作人员的识人组成。 主要就是从大佛的日常维护来做起,在大佛两边会长很多植被,因为这些是目前没有有效的办法能清理掉的, 所以我们就不定期根据它这个植被生长情况来进行清理。 还有一些可能存在游客产生的一些垃圾,还有周边掩体掉落的一些碎屑这些,我们都会进行清理。 而大佛这个面部时间久了,它也会产生花脸,我们也将就是采用比较保守的办法去给大家进行一些擦拭、清洗。 为了汇聚更多保护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力量,乐山大佛景区还与上海大学签订遗产保护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更为科学有效的手段对乐山大佛进行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